美國聯邦執法人員搜查了美國重型設備製造企業卡特皮勒公司在中西部的三處設施 卡特皮勒發言人施科特在一份電郵聲明中表示 這家世界最大的採礦及建築設備製造企業正在與執法部門合作 但對於星期四的搜查他們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 聯邦執法人員憑搜查證搜查了卡特皮勒 位於伊尼諾伊州、皮奧里亞及附近的地區的三個辦公地點 卡特皮勒遭到搜查消息導致公司的股價在幾個小時內下跌超過4% 卡特皮勒去年的銷售業績是385億美元,比2015年下降18% 伊尼諾伊州聯邦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保羅表示 搜查人員包括來自美國稅務局刑事調查組 以及美國商務部出口的執法辦公室人員 以及來自調查銀行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商務部說出口執法辦公室的執法重點包括禁止向敵對實體、出口敏感商品 以及禁止參與外國抵制活動等等 卡特皮勒向美國證監會提交的調查報告顯示 公司近幾年以來面臨諸多有關公司業務操作的調查 關於外國抵制 Move 194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